现在我在四川成都这边 成都这两天不是下了很大的暴雨吗 然后这个河在的水位上长了很多 好多人在这个河边上捞鱼呀 大家看一下我身后 并提满了当地的居民在里面捞鱼 走吧 我们过去看一下 看他们有没有捞到什么鱼 其实这条河都没水的 这次下了暴雨 长了好大的水呀 那边就有很多人在捞鱼 不知道能捞得到不 这水这么大 我还第一次见捞鱼是这样子捞的 这个河水流得这么紧 就算有鱼应该都被冲走了 而且他们就在这边上随便捞一下 这样真的能捞得到吗 捞鱼的就两个人 但是围观的人都快上百人了 大家的很好奇 都在讨论他们两个能不能捞到鱼 我也很好奇 我在这里看了有十多分钟 后来围观的文字越来越多 大家都为这两个捞鱼的出谋划策 最后忽望所托 终于把鱼捞上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他们捞上来的鱼了 还捞了蛮多的 一下子种了好多条 应该都有一两斤了 有大的有小的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好多人在那里捞鱼啊 我以为他们像这样子捞 捞不到鱼 没想到他们真的把鱼捞起来了 还捞了不少 有大的有小的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子捞鱼的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